保险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 外资仍有提高的空间。 今年以来,保险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 3月,保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将保险公司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上限由51%降低至1%。 保监会在解读办法时表示,当前保险行业整体上已经呈现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变化,但在过去一段时间,个别激进公司还存在诸多问题。 如股权结构复杂,实际控制人凌驾于公司治理之上,资本不实,挪用保险资金自我注资,循环使用,需增资本,违规代持,超比例持股,把保险公司易化为融资平台等。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学系主任王旭锦教授认为,将保险公司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下调,是为了对保险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监督,有利于保障保险公司的正常运营。 事实上,外资在中国保险市场的份额仍有可以提高的空间。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从友邦保险1992年进入上海,到2017年底的50家外资贤起,包括合资,外资贤起的数量一直在平稳增长,不过,在3.66万亿保费收入的世界第二大保险市场,数量近三成的外资仅占据了5.85%的市场份额。 王旭锦教授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中资和外资贤起的经营理念不同。 其中,外资保险公司面对的多是发达的市场,因而更看重经营的效益,而中资贤起面对的是新兴市场,更看重市场规模,当前最需要做的是跑马圈地,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 5月30日,保监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公开征求意见。 文件中提到,外国保险公司与中国的公司、企业合资在中国境内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合资保险公司,其中外资比例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1%。 在王旭锦教授看来,这一规定意味着受险的对外开放比例进一步加大,但是由于经营理念的不同,外资嫌疾很难对中国的保险行业格局产生很大的影响。